2025年1月,美国海军在一年一度的回顾报告里,正是以杀人风的名字,命名了一种特殊的FA-18EF超级大黄蜂变体。 那么,FA-18EF的杀人风配置到底是什么?美国为何不断报改超级大黄蜂,却不推进更先进的F-35全面列装? 今天,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美国舰载机的最新进展。 FA-18杀人风这个名字来自于大虎投风的俗名,很多地方也管它叫金环护蜂,它是全世界体型最大,毒性最强,最为凶狠的护蜂,其翼展可以达到7厘米,足足有半个巴掌那么大。 据说,几只金环护蜂就可以断掉一整座蜂巢,战斗力非常强悍,人一旦被它遮到,轻则种个大包,疼痛难忍,严重的话,甚至可能会直接送命。 也正因如此,金环护蜂才有了杀人风的名号。 在2024年的总结报告中,美国海军将这种配置的超级大黄蜂叫做杀人风,显然是对其凶猛火力的一种肯定。 这套方案允许FA-18EF在机翼外侧的挂点上再挂载两枚AIM-9X响尾蛇导弹,加上翼间的两枚就有了四枚响尾蛇。 通过一些图片我们可以看到,这种配置的超级大黄蜂的机翼内挂架,各挂有两枚AIM-120空空导弹,再加上机腹部的一枚,一共五枚AIM-120。 这样一来,超级大黄蜂一次出击就可以携带9枚导弹,再加上一个红外瞄准吊舱,共计10个挂载。 FA-18杀人风的手辞亮响是在2024年4月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上,而这和它所担负的任务是息息相关的。 当时的艾森豪威尔号已经在鸿海地区部署了好几个月,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压制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势力,为来往的商船护航。 自从2023年10月以来,胡塞武装分子一直在鸿海周边地区,使用各类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,攻击往来此地的商船。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一个常见的误区,那就是胡塞武装只攻击欧美的商船,对亚非拉克国则网开一面。 但实际上,只要稍微检索一下新闻,就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。 胡塞武装对商船的攻击基本上是无差别的。 大家想想也知道,胡塞武装可没有义务去考究一艘船到底属于谁,从哪来到哪去,肯定是逮着哪个算哪个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要是鸿海最显眼的目标,还是前往此地护航的美国海军军舰。 毕竟捷几艘货轮,称不上什么英雄好看,说出去也没什么面子,顶多算是个海盗。 要是能轨美国军舰开个洞,就算不能轻视流民,至少也能在白克里寄上一笔。 胡塞武装的攻击手段其实很简单,突出一个有什么用什么,小到自杀是无人机和无人快艇, 大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人圆桌的弹道导弹。 反正对着美国军舰打过去就是了,就好像中东王爷刷火箭从来不管主播死活一样。 估计他们也没指望这些攻击能够起到什么效果。 然而,岸上的胡塞只要丢炸弹就好,海上的美军也要考虑的可就多了。 针对不同的目标必须使用不同的手段,分层防御,多段拦截, 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丢个大人的情况发生。 例如,要防御各式的弹道导弹,最简单的做法无外乎部署阿利伯克这样的导弹驱逐舰。 由宙斯盾系统控制的标准2和标准6导弹, 拦截这些目标基本上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。 然而,宙斯盾系统只要依赖雷达波进行探测。 对于一些离海面很近的目标, 例如自杀式无人机、无人停等, 搜索和发现这些目标的效率很低, 反而是一些短波搜索方案效率更高, 其中的代表就是红外搜索和跟踪。 而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从天上来观察。 这就到了挂载IRST吊舱的超级大黄蜂登场的时候了。 超级大黄蜂挂载的ANASQ228, 先进瞄准前世红外吊舱由雷神公司开发, 采用多传感器技术, 包括热成像摄像机、微光电视摄像机、 激光测距仪和指示器等, 可以在恶劣天气下为飞机提供导航和瞄准, 提供目标跟踪和毁伤评估, 并引导激光制导武器等。 根据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, 超级大黄蜂上的这个红外吊舱, 有着超过55公里的探测距离, 可以在15公里的距离上引导激光制导武器。 比起空军的莱特宁吊舱来说, ANASQ228的探测距离和精度都要高得多, 当然,为了在海上使用, 成本和维护费用也要高很多。 利用FA-18的红外吊舱, 美军可以在距离舰队相当遥远的距离上, 完成对海目标的搜索和监视, 通过数据链路汇总到指挥中心, 完成舰队大范围的态势感知和防空拦截。 当然了,这个时候肯定有人会问, 一枚AM-9X的价格, 大概在50万美元左右, 拿它去打自杀式无人机, 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? 从价格的对比上来说, 用导弹打无人机确实是一笔血魁的买卖, 最便宜的那种自杀式无人机, 找几个非洲妇女就能组装出来的那种。 不用说用响尾车来打, 就算是用密集阵打, 也是必然亏本的。 虽然一些大型的自杀式无人机, 无论是在成本还是结构上, 都和巡航导弹差不多了, 但它们的价格仍然是比较低的, 因此, 现在用导弹去拦截自杀式无人机, 只能说是无奈这举。 不过, 根据一些消息, 美国工具的F-16在鸿海周边地区的行动中, 使用了新开发的70毫米激光制导火箭, 来击落湖塞无人机。 这种激光制导火箭的学名, 叫做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2, 最初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而开发的, 但工具很快发现, 这种制导火箭用来打无人机, 也是非常划算的。 虽然每个制导火箭的价格, 大约在1.5万美元左右, 也不算便宜, 但考虑到导弹的价格是它的几十倍, 制导火箭立刻就变得美金木秀了。 最重要的是, 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出, 一个火箭巢里可以安装7枚制导火箭, 由于射程等因素, 它肯定做不到全弹发射的壮观景象, 但一架F-16如果安装4个这样的吊舱, 就是28枚制导火箭, 考虑到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攻击, 通常也就是几十架, 这就意味着一架飞机就能解决一小半自杀式无人机, 无论是效率还是成本上来说, 都是说得过去的。 话又说回来, 虽然9枚导弹的杀人封配值, 似乎已经非常凶猛了, 但它其实还没有发挥FA-18EF的全部能力。 理论上来说, 超级大黄蜂可以携带多达14枚空空导弹。 在2024年底, 美国海军还曾试验过4枚AIM-174B, 3枚AIM-120, 2枚AIM-9X, 再加上两个红外吊舱的配置。 因此我们不能看出, 由于宏凯地区的危机在短期内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, 这种重活力特化的超级大黄蜂, 恐怕在未来还会继续出现。 现在, 我们来回答视频开头提出的问题, 也就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还在暴改超级大黄蜂, 为什么不用更先进的F-35来替代FA-18EF? 首先, 我们得先来比较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。 FA-18大黄蜂, 由麦克唐纳·道格拉斯于上世纪70年代开发, 是一款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机。 按照美国的分类标准, FA-18算是标准的四代战斗机, 具有优异的机动性和可靠性。 和同时代的F-15和F-16相比, FA-18由于形成战斗力的时间相对较晚, 吸纳了同辈机体的成熟经验, 在机体设计和机载子系统方面要更加优秀。 而FA-18的定位, 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出, 它不但能够为舰队夺取制空拳, 压制敌方空军, 还能扮演攻击机的角色, 执行空对地、空对海等支援打击任务。 从80年代大黄蜂进入美国海军服役, 到90年代末超级大黄蜂出现, 再到现如今的美国海军FA-18战斗机, 以及其电子战改型EA-18巨咆哮者, 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, 尤其是它空对地打击的能力, 直接导致美国取消了下一代舰载攻击机的开发。 FA-18的有力竞争对手是F-35C,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, 2015年开始服役, 属于标准的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, 相较于FA-18, F-35强调隐身性能, 并且拥有先进的航电系统, 以及传感器融合能力。 虽然从指标上来说, F-35和F-18在海军中的任务是一样的, 他们都可以执行制空, 对地打击, 以及情报侦察等任务, 但二者在这些任务上的侧重点是不同的, 机动性方面自不必多说, FA-18脱胎于诞生了F-16的轻型战斗机项目, 而轻型战斗机项目, 要的就是超强的高机动空战能力, 虽然双发的设计让它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清醒, 导致陆军没看上YF-17原型机, 但却给了它出色的产能和运载能力, 在近距离空战中表现突出, 而如果排除掉隐身方面的优势, F-35在高机动空战中的表现恐怕不如FA-18, 当然了, 大家也可能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在打传统空战, 狗斗狗都不懂, 但如果要比超视距空战的能力就会有一些复杂了, F-35采用了先进的隐身设计, 更不容易被敌方发现, 在高威胁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更强, 而相比之下, 超级大黄蜂虽然采用了大量的符合材料, 降低了雷达波反射的强度, 也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, 但和隐身特化的F-35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, 假如超级大黄蜂面对的是不具备隐身能力的次带机, 那么算是半斤八两, 各凭本事, 如果对上的是具有高度隐形能力的五代机, 例如F-35这样的, 超级大黄蜂恐怕很难幸存下来, 大家别看阿唐哥电影里演的F-14这种三代半多的1.25代机, 真到了现实中, 四代机在隐形战机面前是非常脆弱的, 红旗军演的结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, 在演习中, F-35和F-22不隐形的时候, 和四代机的能力基本上类似, 但一旦将隐形能力考虑在内, 一架五代机就足以换掉20架四代机, 这就是隐身能力带给五代机的自信, 但美国海军并不急于全面还装F-35, 这既有成本考虑, 也有作战效能的现实因素, 首先, F-A-18拥有更多的外部挂点, 能够携带更多的武器, 适合执行需要大量弹药的任务, 而F-35为了保持隐身性能, 主要依赖于内部弹舱, 载弹量相对较小, 如果需要一次出击中对抗多个威胁度不高的目标, F-35的性价比就会很低, 其次, 美军对F-35的战术定位和F-18是完全不同的, 由于F-35出色的隐身能力和极高的航电水平, 它可以利用其隐身特性来执行许多F-18难以实行, 或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的任务, 例如, F-35可以充当前线战斗机的领队, 在距离敌军防空往非常近的位置, 压制敌人防空火力, 同时利用其优秀的态势感知能力, 监视空中和地面威胁, 为后续战斗机提供信息和电子战支持, F-35内置有前世红外系统, 以及360度无死角的合成孔径探测装置, 比超级盗篷上的红外吊舱还要前进得多, 虽然其具体三数仍是机密, 但目前最保守的估计, 其有效探测距离也要超过60公里, 一些来源甚至称, F-35上的红外瞄准系统可以有超过100公里的探测距离, 其激光目标指示机可以30公里以外瞄准目标, 再加上F-35内部先进的传感器融合技术, 可以自动分析整个飞机的传感器的数据, 为F-35飞行员提供对周围环境的综合态势感知, 不但提高了战斗机本身的生存能力和效率, 通过战术数据链的信息共享, F-35可以为前线指挥官提供精准的实时信息, 可以说几乎是一架战术版本的预警机。 在2019年的红旗军演中, F-35就扮演了类似的角色, 当时有60架假想敌战斗机, 靠近美国空军的一架四代机, 敌方首先用电子战攻击, 瘫痪了这架战斗机的雷达和航电系统, 把这架飞机变成了瞎子笼子。 然而片刻之后, 一架在附近飞行的F-35战斗机发出无线电警告, 命令这架四代机飞行员调转方向, 成功避开了敌方的打击。 因此,引擎战斗机的加入, 实际上也提高了F-18这样的四代机的作战能力。 通过上面的讨论, 我们不难看出F-35和F-18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, 在美国海军内部形成了一个高低搭配。 超级大黄蜂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载荷, 可以携带更多武器, 实现更强的火力投射。 F-35则具有更强的线细能力, 利用其隐身性可以在更接近目标的位置进行侦查, 在高威胁环境中能够为指挥官提供更多的战术选项。 而在家里面的处理有机会所收入。